各位朋友 美国总统拜登放话 要保卫菲利米 不惜跟中国开战 连坐滩的那个破船 也在美国的保卫之内 解放军将如何应对呢 美日非三国在美国举行了峰会 在这个峰会之前呢 美国的两党议员也来起哄 驾秧子为南海再添拔火 美国的两党议员提出了议案 要在五年内向菲律宾提供 25亿美元的援助 军事援助 给武器军事援助 要武装菲律宾和武装台湾一样 要按说的话 解放军应该早动手 你等他武装完了再动手 好吧 是这样的 这次的峰会上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国 哇 今天我们预告一个历史的时刻 第一次的领导 中美国的领导 日本和菲律宾 青山中美国的领导 这是一个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和十分这个历史的历史 和几乎 这是一个考古的领导 亭上的身份 这一切都大历史 D western 澳оля 規服 access 阜 47 c C 47 48 48 47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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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Filippine aircraft vessels or armed fo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invoke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We meet today as friends and partners bound by a shared vision and pursuit of a peaceful stabl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It is a partnership born not out of convenience nor of expediency bu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a deepening relation and robust cooperation amongst those three countries 日米非三カ国は太平洋でつながれた海洋国家であり 自然なパートナーです 基本的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し 地域の経済発展を支えていきました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も 本日は日米非協力の更なる強化を確認し その具体的方向性を示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BBC コロナーで リバー アーメーク・ヘイペア BBC コロナーで インド太平洋にも ガラエルなコロナーで インド太平洋していた海洋 BBC コロナーで キンコロナーで インド太平洋にも どう Pencilにも 闲着そうなヴィペア BBC コロナーで インド太平洋にも BBC コロナーで インド太平洋へ インド太平洋で 帝国都说了美国你这吹牛逼啊 你说对菲律宾任何船只的攻击 都将触发保卫菲律宾的协议 怎么中国现在这个用水泡啊 给好几个菲律宾的破船都开了糖了 也不怎么不见你放一个屁啊 现在在说这话 我们都觉得你脸臊的 是吧 吹牛逼吗 这不是 然后美国的防长 当然了也得跟着老灯吹吹啊 整个的美国现在的政客呢 是离了中国的不会说话了 歇斯底里了 I don't think the president could have been more clear than he was on Wednesday I mean this isn't about these meetings were not about any one other nation this was about deepening and revitalizing existing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strengthening some new ones such as the one I just opened up with the trilateral discussions between us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so there'd be there's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for the PRC to look at this as any kind of a threat this was simply discussion between three allies about mutual challenges and quite frankly mutual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trying to explor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在美国的这些媒体的连番的洗脑之下啊 美国人现在从上到下都觉得中国呀 是东方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好家伙 中国现在成了能够毁灭美国的一个恶龙了 你知道吗 美国人好怕呀 甚至说连这个中国派走线的这些人在美国要搞什么呀 要搞类似于莫斯科的那种那个音乐厅的恐袭 这不是这个被迫害妄想狂美国的情报局长 说实在的 这个美国现任的情报局长 你觉得跟那些美国的那些间谍片里边的情报局长 那你那个脑海里的形象能合起来吗 你倒是跟精神病院里边那些病人能合起来 你知道吗 результатは 您��议 zona地埃 меня 我议 Когда 我认为 我多谈理 我认为 我悔恨要当��户 的 Kad漫 时 到层 всю国 deren 保持安全 içinde 在 올� 知道 that 这也是 都在一旦 但那是正常的事 我坐在这里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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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更加热烈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在这边 在这边 避免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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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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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需要资金 来抵抗中国国民主义的危险 一个政府 在其他挑战 去骗 骗 骗 和拒绝 去到最高 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力 而去抵抗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的经济成功 其实啊 归根结底 就俩字 要钱 中国搞不搞恐袭 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就是 我这部门的经费 你得给我涨了 你说美国这个赤字 能下得去吗 美国的经济 能撑到什么时候 我反正是不太乐观 这个事 至于关于这个 美日飞峰会 炒作南海 中国是这么说的 坚决反对 在本地区搞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 日本 菲律宾当然可以 同其他国家 发展正常关系 但是 不要把阵营对抗 引进本地区 更不得以损害 他国利益为代价 搞三边合作 美日飞峰会 和三边合作 究竟是不是 针对中国 看看三方发表的 联合声明 白纸黑字 再清楚不过了 这不是针对中方的 肆意抹黑攻击 又是什么 中方 决不接受 有关国家 在东海 南海问题上 针对中国的 无端指责 和恶意抹黑 决不接受 南海仲裁案 非法裁决 及任何 基于该裁决的 单方面行动 当前 东海 南海局势 总体是稳定的 部分国家 拉域外国家 撑腰壮胆 有恃无恐 不断在海上 采取侵权 挑衅举动 引发局势升温 各别域外国家 煽风点火 挑动对抗 令人愤慨 我愿重申 中方坚定不移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坚持同直接当事国 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双边涉海问题 同时 坚决反对 域外国家 插手搬弄是非 升级是开 菲律宾呢 其实还有一种模式 各位 那就是缅北模式 菲律宾 现在呢 还有游击队呢 是吧 那是不是在山林里面 也可以适当的 捡到啊 这个 当然成建制的军队 恐怕是捡不到 是吧 能得捡到一些 成建制的武器 倒还是无人机啊 之类的啊 那倒还是行的吧 那不是老杜 现在不是也是闲着了吗 对吧 老杜也可以上山打游击啊 把政府躲回来 是吧 好吧 好吧 其实菲律宾 别跳的那么欢 你再跳的那么欢的话 你把这个中国真的惹急了 是吧 那在南海呢 那只就直接干了 现在呢 解放军呢 在南海进行了军演 在军演里面有一个项目 那是对付谁的 你看看啊 各位你看看 那是对付谁的呀 轰6K 解放军在最新的军演中 出动了轰令K 轰6K投下了 这个铁炸弹 那位说 对就是铁炸弹 不带制导的铁炸弹 击中了一个 这个废旧的渔船目标 那是针对性就不言而喻了吧 各位 而且这个轰6K的这种投弹的火控系统都到了这么精确了 这可不是制导弹药啊 就是两个铁炸弹呢 这是对谁的 各位 那对那个破船的吧 那破船 只要是上面扔两个铁炸弹 就没了 根本就不用导弹 也不用制导 你看中国的这个 这个火控系统 我没想到搞到现在这么先进了 这么准啊 那么 马克思 非雍总统 立刻就怂了 非雍总统怂了 今天 今天4月13号环球网 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 驻飞使馆 回应 驻飞使馆回应 说马克思总统近日表示 非方在各层级与中方保持对话 避免南海局势升温 不再发生冲撞水炮等事件 中方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的人爱骄傲的局势呢 中国驻飞律宾的使馆说 中方一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与非方 妥善管控南海分析 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如果非方真正的想通过对话 沟通缓和人爱骄的局势 关键要 重信守诺 遵守共识 停止挑衅 关于如何处理当前的人爱骄的局势 中方立场清晰明确 第一 菲律宾派军舰在人爱骄长期坐摊 侵犯中国的主权 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特别是第五条 关于不再无人岛礁采取居住行为的规定 中方要求非方尽快拖走该舰 恢复人爱骄无人设施的原状 第二 在菲律宾拖走坐摊军舰之前 如果菲律宾需要对该舰的居住人员 提供生活物资的补给 中国愿从人道主义出发 在事先向中方通报 并经现场检查以后 允许菲方实施运捕 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 第三 如果菲方运送大量的舰材上舰 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的哨所 中方绝不接受 将依法坚决的予以拦阻 以维护中国的主权 和南海各方面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这是今天中国使馆的回应 言下之意 就是那个破船 暂时还不给他扔两个铁拉弹 给他炸了 暂时还允许上面的那些 菲律宾的驻军 接收食物 好吧 这个事就是这样 现在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